今天要介紹七星鏢的浮標 在這個水底下的狀況 那當然這個 調整的時候呢 浮標的這個線 還是用比較明顯一點 當然你在做掉的時候 不需要用到這麼粗的啦 這個是PE線 1.0號線 那因為他現在有顏色 看起來會比較明顯 看起來會比較明顯 那當然七星鏢的釣組 有好幾種 一種是什麼呢? 一種就是朝天溝 然後單溝 雙溝 那當然這變化就非常多啦 不用說刻意去出現 看釣場 那你不習慣的釣法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些浮標 在水一下狀況吧 七星鏢跟太空都一樣穿過去 看你 一般來講我們 都是穿七顆 當然你穿六顆 五顆 四顆 三顆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算是七星鏢 甚至單顆 像我常釣是一顆就單顆 那如果水流比較擠的話 增加到二到三顆 那如果是釣池 的話原本上就是七顆 因為七顆調整的 範圍會比較廣一點 OK 好啦 那待會來看一下狀況吧 好啊 再簡單的快速介紹一下吧 一樣 這是縣主上 穿過簡易的七星鏢 之前都有介紹過啦 縣主七星鏢 穿過去的方法 跟太空透的穿法一樣 一顆 兩顆 那至於說它怎麼回收 它一樣啦 跟太空透的回收方法一樣 你可以用線連結 也可以用針穿過去 再回收 這以後有時間再講 好 當然你選用不同的號數 這個七星鏢的這個 在線上面的這個緊繃度會不一樣 如果你用很細的話 請你選用號數比較小的七星鏢 好 原則上 一二三四五六六顆 再搭配一顆 好 大致上是這樣子 七星鏢 那有人說七星鏢的間隔要多遠 其實呢間隔一般來講就是 一公分兩公分 都有人用 三公分甚至四公分都能用 那我習慣上是 大概間距兩公分左右 兩公分 兩公分左右 好 就這樣子 OK 好 好 再來連接上朝天溝 搭配七星鏢 為了方便觀察 我把七星鏢之間的間隔拉大 拉大一些 好 來看一下齁 三顆層在水底下 其他顆是 四顆是浮在水面上的 好 魚溝絕對是騰空的 有沒有 他四壁的啊 就是懸浮 所以這時候 算是一種 敏釣 就是你 魚溝的 所以你要徹底 要徹底 徹底 徹底之後勒 就是調到 上次調 調四 調四 你已經調到四目了 調四 你可以調二 好 這是一種非常 算是蠻靈敏的一種 調法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盾釣 可以夾上這個咬籤 或者是加上籤片 當然你要加個籤做也OK啦 原則上盡量不要干擾縣 因為這個已經有一個籤在這上面 一樣魚溝成空 可是縣組已經增加到只剩兩木 兩木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些 再加一個 好 再調整好之後 仔細看 現在這個木樹已經全部都在水面下了 已經全部在水面下了 看到 然後這個 1234567 第七顆 第七顆剛好 還浮在水面上 這個跟我們的倒折釣法有點像 就是已經接近跟浮標平水 當然 如果更精準 其實應該只剩下半顆 但其實調這樣子有點難度 那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魚溝 魚溝 魚溝朝上 那魚去吃的時候 絕對就是立刻 就有訊號 立刻就可以打進去 好 再來是 雙溝 這時候就需要簽座了 雙過簽座 八字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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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標的條法 如果是米釣的話請先上鉤 如果是 要釣倒折的話就空鉤先 好 那我們先空鉤 這個時候測了一下 喔 它 離水面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咧 剪一 一小塊 剪個簽片 標座 有沒有 還算是懸浮的 現在 現在就是 大概是一幕 一幕左右 所以 想辦法再讓它下去 就再加一些簽片 加一點簽片 好 這個簽片沒有剪得很好 這個是先 示範的 所以這樣子放下去之後 看一下狀況 好 現在這邊是騰空的 所以這邊是 1234567 有沒有看到 這個半幕會立刻垂直向上 這半幕會垂直向上 所以這個還算是 所謂的這個 敏釣的範圍 因為你的簽座沒有剛好觸底 好 大致上是這樣子 因為你已經調到平水了 調到平水了 等它上鉤 勢必勒勾會把線阻往下壓 因為鉤子本身也有重量 所以這樣子呢 已經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其實大概剩下半幕的時候也OK了 因為它已經 雖然是有點騰空 但是你加上魚鉤 它絕對會 往下掉 好 這樣子 OK 下水之後 勢必兩勾 兩勾絕對都會貼底 兩勾會貼底 這一勾跟這一勾貼底 然後到上面 上面都要浮在水面上 兩顆 底下的簽座是貼底的 所以你即使指線短 有它的好處 就訊號明顯 這種釣法適合在魚群靠近的時候 很適合 再來是這個 一樣 1234 然後這邊接上一個 千座魚鉤 你這個調適當就可以了 這樣一樣 這時候 放到水中 看它的木樹 其實也不太需要過度執著 因為它已經很明明了 所以呢 直接下來只要看你的習慣 像這樣子 騰空 它的木樹是 浮出兩顆左右 兩顆 二到三 所以現在是騰空 它並沒有所謂的調幾調子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自己習慣性就好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徹底 一定要徹底 好 大致上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就是變成說 你水面上有兩顆嘛 然後你底下的狀況 是到下面這裡 有沒有 到下面這裡的狀況 一勾是在底部 一勾是騰空的 一勾是騰空的 放到水中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啦 一樣是兩顆在上面 底下的話 下面這一勾的額料 可以掛大一點 上面那一勾的額料 掛小一點 所以底下那一勾 原則上會貼 會觸底 上面會騰空 現在沒有掛東西 底下那一勾已經觸底了 OK 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啦 那再來就還有更多其他變法 以後時間再來講吧 好啦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這個七星鏢的釣法非常多種 看怎麼去變化 怎麼去應用 原則上長鏢其實還是有不一樣 那可能還是需要一些累積一些經驗吧 那耳後呢 我長鏢跟七星鏢都會間接應用 那未來會介紹更多的這個釣法 好啦 希望人對大家有所幫助啦 那今天也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回再見啦 掰掰